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纵观张子怡等当红女明星们 事业越是成功 活动就越多 人越忙 哪有时间谈情说爱解决终身大事呢 不过抛开明星的光环 身为女人 谁不想早日找个如意郎君嫁了呢 就拿张子怡来说 近期的活动不难看出她的工作重心已经不仅是在电影事业上了 在某选秀节目当评委的她 娱乐精神可谓越来越足 屡屡登上娱乐头条 此外她与萨贝宁的感情也一直扑朔迷离 到底两人的感情是真是假还没搞清楚 而今又传出她要上节目相亲的传言 这都不难看出紫怡也希望自己赶快嫁出去了 再说周伟同 最近大红大紫的她虽然被封为宅男女神 但是自己的如意郎君也还尚未出现 现身相亲节目相亲解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还有杨玉莹 李爱等女星也是事业成功 却迟迟不见真命天子 这次若能一并来到转身又倒塌的舞台上 相信不是为了走秀引发噱头 而是踏踏实实的接地气 准备给自己的感情一个认真的交代 这一举动也一定会吸引众多媒体和粉丝的关注 至于几位女星到底是否真的会像网友推错的那样 现身6月29日晚21点10分浙江卫视转身一倒塌 我们